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排骨 冷水下锅排骨 放这个姜葱 料酒 焯水 水开撇去多一个浮沫 这个时候我们去用热水啊 给它冲洗干净 把多余的油热 放入我们的排骨 煎至两面金黄 这样子把排骨煎一下 吃起来它就更香一点点 这个排骨煎成这样子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放小火 放最小的火 放入我们的 香蒜 葱段 花椒 我这个干辣椒 把它炒香 再加入我们的这个人人会川菜麻辣酱啊 这样子放个一勺半的 给它小火炒出红油 哇 看起来色香味俱全呀 姐妹们你们要的川菜麻辣酱哈人人费的活动来了哈这个大桶的一千克两斤优费三块小瓶的这种的啊330克两瓶优费两块这个吃起来就是空口吃中那为马里炒菜少放一点点就微微辣 平时我们小炒菜你就放一小勺像这种炖菜的话啊闷的啊排骨鱼这些你们可以放个两勺这个样子平时我们可以做麻辣香锅麻辣鱼麻辣水猪片麻辣小龙虾麻婆豆腐除了青菜别的菜肉类炒菜都可以去做 还有就是要么的红烧鸡啊红烧鱼还有这个排骨平时你们不爱吃糖色啊不爱吃甜的你们就麻辣酱去炒啊今天是特别的实费配料的话给大家做到了是没有任何添加啊保姿其实18个月有喜欢的赶紧同货 我们这个排骨的话就是小火稍稍的慢慢的啊开开开最小的火慢慢的给它煎制煎一下煎味更香一点点 少放一点点盐啊 少放一点点盐啊 当然的还是要来点老抽上色的啊 给它炒至上色 我已经加上我们的开水 放一点点这个香 香叶八角桂皮啊一样来一点 白胡椒粉啊 去心蒸香 放一点点白胡椒粉 再少来一点点料酒 给它烧开了我们就可以装到我们的这个高压锅里面啊直接去给它们 我 麻辣酱的话 你看麻辣酱它炒出来的就是色着红润又好看说说做菜是很有食欲的 而且它主要是很香比豆瓣酱真的好好用很多 来这个水啊没过十分就可以了直接高压锅给它压 看一下就像这个样子啊 放气给它压个七八分钟 喜欢吃软的压个十分钟左右 你们没有高压锅的话你们就用平常普通的锅给它焖个四十分钟 时间到了啊看一下 我们收一下汤子 把这个大料给它夹出来 可以干的差不多了啊 这个就叫酱焖排骨 来来来来来 姚妹做的酱焖排骨就焖好了啊麻辣酱做的 撒上几个小葱花 做盐子 姐妹们如果你也不爱吃甜味的你就用我们家的麻辣酱去焖 这个麻辣酱焖出来的颜色色着红亮味道很香很香啊 它又不带甜味